這樣會怕嗎 帥哥 小心 剛站上石塊 一旁就傳來尖叫 但都踏上了膽子小的 硬著頭皮踏個一步 壓力身子豎柱 拍張照 意思夠了就好 膽子大的 則越往前一步 腳越不聽使喚 最後還是只能蹲下 會怕嗎 好可怕 真的 對 腳底都會麻麻的 到底多危險 鏡頭往岩石下一望 這畫面恐怕此刻 不少人看了 頭皮在發麻 沒錯 下頭正是萬丈深淵 最底部沿海公路上的車輛 小得跟火柴河一樣 就怕一個閃神 加上下雨濕滑 強烈東北季風一吹 四周沒有任何維護下 發生憾事 很危險 可是真的很危險 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可是它真的要瘋了嗎 位在宜蘭頭城的殷石間 飆高411公尺 因為該處的山壁岩石和懸崖 構成像是老鷹飛翔的姿態 獲此美名 且居高零下可以欣賞海天 異色的美景 在遊客口耳相傳下 成了必遊的祕境 然而假日大批遊客湧進 不僅造成山路全市臨庭車輛 更恐怖的是有學者調查後發現 該處突出的三塊岩石中 都出現了潛在裂縫 這可不能開玩笑 相關單位開會討論後 初步做出決定 28號下午3點後 現場將設施柵欄進行封閉 儘管遊客 文訊直呼可惜 但再看看這畫面 恐怕還是得多體諒 人命關天 安全第一 記者林醫生 宜蘭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9點 讓愛飛揚